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看到我的内裤 没有 奇怪 明明就晒在阳台哦 您好 龟小波涉嫌道歉 麻烦家属来一趟警察局 What 我是最近连续发生了几起重大的黄金湿气案件 而这个狡猾的窃贼每次都侥幸逃脱 就在今天 窃贼再次烦 我们终于掌握了他的逃跑行踪 尾随他来到了金碧辉煌大厦 旁边的公厕 窃贼进入公厕后 我们将公厕横横围住 期间并没有人进出 而当时的公厕里就只有这三位 那么 这就意味着 他想唏嘘 他想拉爸爸 你们别说话了 这意味着换桌后的窃贼 就隐藏在了你们几个人当中 松狼卡 就隐藏在了你们几个人当中 啊 啊 啊 猫真的不是我呀 啊 雪 雪 你们看啊 六元飘雪 我没到我海园呢 不好意思 别吵吵 这还没有定罪呢 其实 我已经知道犯人是谁了 犯人就是 他 我这么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在 怎么可能是卑鄙无耻的笑流的小偷呢 不要再狡辩了 你那两头鼓鼓的腮帮子已经出卖了你 啊 难道胖也有罪吗 胖 只是你的障眼法 你说我分析的对吗 藏鼠先生 或者应该叫你盗贼先生 凡事都要讲究证据 藏物在哪里 藏物在哪里呀 藏物在哪里 藏物就在藏鼠的嘴巴里 请不要试图侮辱大家的智商 你当群众血量的眼睛是瞎的吗 听我说 在藏鼠的口腔那两侧 具有一种特殊的囊状结构 叫做夹囊 夹囊是藏鼠用来储存食物的地方 藏鼠觉得把食物藏在自己的夹囊里面 还是最安全的 这可能就是藏鼠的天性 另外 藏鼠的夹囊里面可以容纳很多气体 当藏鼠不吸入水 就会把夹囊固成救生圈 把头露出水面游泳 箭直是自救神器啊 可惜而知 这个天人的口袋能藏多少东西 拔嘴张开 看谁敢动我啊 我怕是李刚 我管你怕是李刚 李玉刚还是变形金刚 犯了法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 说得好 开门放哈哈 这不是我的内裤吗 臭流氓 你确定这会是藏鼠不是臭药 他的夹囊发炎了 为了储存食物 藏鼠常常会把食物藏在夹囊里 等到了安全的地方 就会主动把食物吐起来存着 等到了饿了再吃下去 可是如果哪天仓鼠把这啥给忘了 食物就会一直囤积在夹囊里 时间长了 有些易腐烂 粘性强的食物腐败后 夹囊就会刺发出令人恶心的臭味 严重的话 还可能会引发重瘤 另外 夹囊含有丰富的血管组织 因此太硬或太尖的食物 会非常容易把夹囊弄得发炎化 如果仓鼠遇见这种情况 一定要尽早就赢哦 我刚才已经帮你处理过伤口了 这段时间不要让吃东西 也不要往嘴里藏东西 以免伤口恶化 知道了吗 走吧 到监狱里去好好休养吧 盗贼先生 可算是真相大白了 赶紧回去把内裤消消毒 扔了吧 怪恶心的 这是我最喜欢的内裤 我要把它收藏进来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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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